中超最新积分榜,上岗双喜临门礼匹新生苦门,泰达战平5对慌张中超联赛第28轮所有比赛结束,8场比赛贡献了24例进球,北京国安,征冠于宝级形势渐渐明朗,贵州横锋成为第一支将级的球队,文总已经被中超伤透了心,在战中超不知要到何时了,上海上岗客场5比4战胜了广州恒大, 双方打入9个进球,本土球员各个表现神勇,同一批球员为什么联赛和国家队差距这么大呢?不知坐在看台上的李皮心里如何想,而上海上岗在中超积分榜上已经领先了广州恒大5分,一只脚已经踏上了中超冠军领奖台,五磊中超进球,已经来到了26个,追评了李金宇创造的本土球员中超进球记录, 这对于上海上岗可谓是双喜临门,保极六分之战,重庆斯威与天津泰达战成平局,都没能甩掉对手,两队保极形势很严峻,上海上岗VS广州恒大,从排兵部阵来看,上海上岗撤下了埃尔克森,换上了埃哈迈多夫,更多的是注重防守与控制, 但从上一场打山东弩能开始,上海上岗的战术是抢战先机,大举进攻,这次面对广州恒大,他们还是使用了这个战术,在开场第13分钟开始上岗频繁获得脚球, 最终在胡尔克的球速超快的脚球拔出后,吕文君胸口撞球破门取得了领先,随后双方开始了近似篮球快节奏的攻防转换战,恒大开始利用边路来回倒球的方式分散上,港的防守,利用船中破门,逼分也开始展开拉锯,恒大先由保利尼奥搬回一球,而蔡惠康进球再次领先,阿兰, 保利尼奥在进球反超,上半场结束后恒大将比分锁定在了3比2,下半场开始后吴磊单刀扳平的比分后,卡纳瓦罗有些保守,没有及时的对进攻球员进行轮换,张成林的乌龙加保利尼奥的点球,广州恒大最终丢掉了比赛,重庆斯威VS天津泰达,作为保级的六分之战,这场比赛也吸引了其他五支球队的目光, 最终两队占平,保级差距还是没有拉开,这些球队还得继续努力啊,双方上半场战成1比1之后,就再也没有取得进球,可见双方实力相当,若想保级,剩余的比赛还得拼尽全力去争取才行。 中超级分榜情况,广州恒大落后上岗上岗5分,剩余两轮比赛上岗全赴,恒大全胜才有可能夺冠,这种情况的出现微乎其微,而上岗下一场比赛若战平北京人和将提前一轮夺冠, 山东鲁能54分,领先北京国安4分,击北锁定中超级分榜前三,暴击区,重庆四威,天津太打很危险,天津全建,大连一方,广州复立,河南建业,长春亚太也不安全,如果明年执行倒数第三名进入附加赛的话,暴击会更有看透了。 字幕提供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